本週論文東西君一教我最終的選項是 影音排行榜vs時代風雲人 那經過24小時的刺激票選之後 時代風雲人得票67%勝出 OK 好來今天我們讓動員講一下這個主新聞來 好 其實呢 從1927年開始時代雜誌每年都會票選這個年度風雲人物 那是由各個編輯部門提名 然後交由觀眾去投票 但最後呢是由時代雜誌會選出這個年度的年度風雲人物 幫他們封面這樣子 好那今年2019年的封面就是這個16歲的瑞典少女桑伯格 那但是呢 他其實在這一次的票選中只有排名第五 第一名呢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得票率大概有30%左右 所以這個狀況就引起了很多美國網友的質疑 那桑伯格是誰呢 他為什麼可以打敗這個票選最高的反送中運動呢 那桑伯格他就是其實我們之前有講到過嘛 他是一個瑞典的少女 然後從他自己開始去 他罷課啊 去瑞典的國會外面 然後抗議說 政府官員都沒有重視氣候偏見的議題 最後呢就席捲了全球嘛 那超過100萬的學生啊 然後串聯超過150個國家啊 都有響應這個罷課啊 然後 為氣候議題出發聲的這樣子的運動 對 那後來也到聯合國的 聯合國的行動峰會去演講 然後並且指責各國領袖的鼻子 罵 How dare you 對 我覺得印象對他很深刻啦 就很會罵大人這樣子 我真的罵了 罵了有道理啦 我是覺得他罵了有道理啦 可是他也有一些他自己其他的爭議對不對 對他爭議其實蠻高的 因為像他最近就有一條新聞還蠻紅的 是他拍一張他搭火車的照片 那他是坐在地上 然後就被就是德國的那個鐵路 就推特就酸他 然後就說 就是其實他 就說其實那個瑞典少女是坐在頭等艙裡面 然後他還算他說 就是感謝你使用我們的鐵路的服務啊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多講一點 你受到這個頭等艙工作人員的待遇的話 這樣可能會更好哦 這是故意酸他 對就故意酸他 就說他明明就 對 但是他突然有跳出來說 他不是每一段都坐頭等艙 對 他是上去 然後有一段真的是坐地板 然後後來才有位置的時候 他才去坐頭等艙這樣 然後他有像之前也有蠻多爭議的 因為他自己說自己是環保的 環保運動者然後又吃素 但他就是可能就是 他只是不吃什麼吐司邊或是幹嘛 然後或是說 他用的餐具是塑膠的 然後也有被罵 對 然後加上他之前 就是他 我們上一集有討論嘛 就是瑞典西歐會議的時候 然後他搭船搭船去參加 但他回來說 但他的團隊都是打飛機 然後就被講說他是從從標準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種批評是我們常常聽到 這個右派在批評左派的 就是說你不是環保嗎 那你用什麼吸管啊 可是我覺得重點不是在說 我今天用這根吸管 我覺得重點是說 一年我們大家平常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200根吸管好了 可是我現在減低到只剩下兩根 因為不可能完全 不可能完全不用嘛 我偶爾還是需要啊 那有時候就是需要用到的時候怎麼辦呢 然後就被拍到 然後就被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法 是完全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攻擊 因為重點你怎麼不去看說 198根吸管你沒有用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 就是非常非常以偏概全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批評非常不好 然後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 對 除了這個桑柏格部分的爭議以外 其實很多人也因為說 第一名是反送中運動嘛 然後就質疑說 這個時代雜誌是不是 天中啊 怕中國生氣 所以不敢把反送中放在封面 對 你們覺得是嗎 我覺得 你們覺得是嗎 有鐵中 這個是大家普遍的迷思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票選出來第一名 他就一定要放在封面 可是基本上很多次都不是這樣啊 對啊 去年是那個真相守護者 就是這些新聞人嘛 但是去年第一名是BTS啊 對啊 那前年的第一名是川普啊 但是前年是講的是MeToo運動 對 就是不一定是你票選的人 最高的票數才會在封面上面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大家的迷思 就是會想說 一定就是放在封面上的人物 一定都是大家很崇拜 然後沒有什麼爭議性的 很偉大的人 就大家把它當成是一個獎項的感覺 但是其實他們票選的一個標準是 他們覺得當年 他們覺得最有新聞價值 最有新聞影響力的 他們就會把它放在封面上 對 所以我覺得講 舔中這個東西我覺得非常 也是一個 又是一個以偏概全的事情 就是這個議題上面 而且甚至這個 其實也還有爭論 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你在時代平常在罵中國的時候 你怎麼都不講 你就專挑這個事情 就說要舔中 沒有道理這樣 那我覺得我們在領書上面 有時候人家說我親中 有時候有時候親美 這兩個比例是差不多一半一半這樣子 那我真的覺得說 那你們可不可以下定決心 覺得我應該是哪一邊好不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現在想要問你們兩個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桑柏格跟 桑柏格跟這個反送中的抗議民眾 這兩個給你選 你們要選哪一個 今天給你選時代人物這樣子 我應該會選就是環保少女 因為我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就是2011年時代早就已經選過 就是抗爭者的這個封面 然後但是我覺得他雖然說他的評價很兩極 但是我覺得他至少 因為時代雜誌給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 應該他的評語是說他是 就是年輕人的抗爭的一個代表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覺得他 雖然他在我們一年前 他是一個很默默無名的少女 可是他帶動了剛剛講的一百多萬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下半年的新聞聲量來講 我覺得他是貢獻蠻多的啦 OK OK 所以對你來講就是說是年輕人的聲音 對 他帶領年輕人的聲音這個事情是重要 動演了你覺得 兩個給你選哪一個 其實我想很久 我們才出來 因為我覺得兩個議題我自己都還滿在意的 就是比如說反送中 其實是跟民主自由有關的 抗爭這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跟台灣很近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們影響比較大 可是因為畢竟時代雜誌是一個美國雜誌 他當然可能會 還是會站在一個美國的立場 那氣候變遷的議題就是 川普一天到晚都說是他是假的 那終於有人站出來還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而且就是像剛剛佳玲講的 就是他是一個年輕人運動 那年輕人 而且是那個teenagers 對他們沒有投票權 他們沒有參政權 但是他們還是可以做出行動來影響 他們是有力量的 還可以影響這些人 所以我自己是選不太出來 如果是問我呢 說實在我是不用想 所以我就可以決定一定是反送中的民眾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覺得對我來講 重要的是民主這個價值觀 所以我們自己在講到的時候 很多人在講說 明明這個票選 它最高是反送中的群眾 怎麼可以選桑伯格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就是在告訴我們 是時代雜誌在告訴我們 它這個雜誌 它的價值觀是什麼 它認為現在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有社論 這個雜誌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核心的價值觀 所以一直在講說 這個票選差很多這個事情 我覺得去跟時代雜誌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希望你回去想一想 你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 是什麼 你會把它放在你的最上面 而且不是說他覺得反送中不好 是我覺得每個人的那個價值 就是有排序的 其實他把它放在第一個這樣 而且反送中最高票還是讓大家看到 對啊 OK 好 今天後面的導播又快要發瘋了 OK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趕快幫我們在臉書 按讚或分享出去喔 或者是在這個YouTub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要看 我們粉絲Post1 對對我們粉絲Post1 對對好 說得好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國內外新聞的話 請你上YouTube搜尋環宇新聞 我們下週見 人家在票選那個宿舍的名字 然後就開放很多選校 像農縫館啊 浮雲樓啊 晨溪樓啊 你知道最高票是什麼嗎 是嗎 不知道 我只赤在哈囉 哈哈哈哈 這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現在大概是英文說 Hello 對 是嗎齁 蠻厲害的 那我考你幾個 就是現在的流行 有什麼 我每個都幸運 好 你最好的要旋轉我 旋轉的那個意思是什麼 呃 跟Sex 跟Sex 有關係嗎 沒有 我都 只要扎死 我沒想到那個 旋轉就是 你講話就不斷兜圈 不要糊弄我 喔喔喔喔 OKOK 我開始可以這樣罵人 最好不要這樣旋轉 鍋PASS 這是意思 幹你PASS 哇 對 對吧 就是 關我 關我 然後他們就直接打這個鍋 對對對 你不要幫我當塑膠喔 這樣 喔 塑膠是塑膠 就是PASSIC的塑膠 對對對 喔喔喔 你不要幫我當塑膠 原來的意思 不要忽視我 不要 可是他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他們這樣 塑膠就是 塑膠啊 你們都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那我們學的 你不要塑膠我喔 然後庭馬員就哄哄說 我哪有 就是你一直選擇 OK 好好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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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